第181集 只见他盘腿坐在夕阳下,眼眶有些凹陷,两颊也坍塌了下去,露出凌循高耸的颧骨,枯瘦得吓人,好似单薄的衣衫中只罩着一副骨架。 自从听说卓文远为了上位请求西招的帮助将西北大片国土割让给对方,并承诺每年都支付一笔金额不菲的税赋后,义愤填膺的他更觉得无法容忍做出此等丧权辱国之举的人还能坐在皇位上受万民拥戴,反抗得愈发激烈。 由于他的言辞对还留在洛京的世人影响极大,卓文远既不能让他开口,也不能杀了他失人心,便干脆将他软禁了起来。 虽不能杀,却要通过阻隔在这高墙之内满腔怒火无处抒发的压抑,消磨他的意志,摧残他的精神,压垮他的品格,逼他沉默,逼他对自己俯首称臣。 这一关就是数月。 意识到自己和自己的言行可能此生都不能再走出这方小院的言话,近日开始选择了绝食为故国守节,就算饿死也绝不向卓氏政权低头。 城门送别今日再见,才过了两年多而已。 丧琦却觉得时光仿佛在他身上已经流逝了千秋百代。 言话安静地坐着,第一次没有翻丧琦白眼,只是淡淡地道了句。 你来了? 声音沙哑而疲惫。 嗯。 丧琦点点头,在他身旁坐了下来,说道。 听说你一直不吃东西,想来劝劝你。 言话微微笑了一下,昔日英朗的容颜如今更显冷峻,笑意中仍有几分外表的雷若难以抹杀的高傲。 问道。 卓文远让你圈灯? 他是有这样说过。 丧琦搅了搅衣袖,叹道。 但主要,还是我自己想来。 你也知道,太子现在在临安继位,大燕还在,只不过南迁了而已,你又何苦为难自己? 言话没有接话,而是反过来问他。 听说他要封你为大将军,你可接受了? 丧琦苦笑道。 是我要求的。 只见言话眼眸骤然一紧,清冷的脸庞上,这视线显得格外锋利,如同一道架在他脖子上的寒刃,只待审判过后将他处决。 在这样的视线面前,丧琦不惊不惧地回事,坦然道。 他用临安全城百姓的性命做筹码,叫我跟他回来,我没有办法。 想到临安,想到燕云芝和刚刚得知的肚子里的孩子,丧琦不由自主地抬手抚了抚自己的小腹。 丧琦沉默下来。 丧琦和言话二人一高一矮,共同沐浴着晚霞。 两酒后,丧琦深吸一口气,继续说。 如今妥协,是为明日积蓄力量,我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个。 言话听完合谋一笑,低声道。 哼,可是我连他齐国一粒米都吃不下的。 那你的父母妻儿呢?你若就这么绝世而死,可怎考虑过他们的感受? 丧琦心头一颤,醋眉问。 言话正色看他,脸秀说道。 国之不国,君之不君。 我等身为臣子之人,又岂能只顾全自己的小家? 不着眼于江山社稷。 若说我不曾考虑妻儿父母,你不在你大伯身边,离开绍安,回到洛京,又是为了什么? 丧琦被杰问的半赏答不出话来,心潮翻涌难平。 你选择隐忍,我选择不屈。 你选择卷土重来,我选择守劫而死。 本没有对错之分,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 不知过了多久,言话眼中刚刚燃起的火光,又一点一点暗淡下去,恢复宁静淡薄的语气说。 我肉身虽亡,但惊魂常在。 这样大家才会一直看得见,还有人不妥协。 不知道为什么,面对眼前这个男子,丧琦只觉得准备了那么多想要劝说的话语,此时此刻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好像再说出一个字眼都是对他情怀操守的某种亵渎。 丧琦说不出话,但很想哭。 言话转过身,不再看他,只声线飘忽地说了一句。 你走吧,无论今后你要走向什么样的路,我尊重你的选择。 希望你也尊重我的。 春天一时,万物才刚刚生发。 言话却在夕阳的余晖下,好似虚余间,便白了发。 丧琦有几分不敢相信,仔细揉揉眼睛才又看清楚。 不,并没有,那只是还没有消失的阳光照在他有些褪色,不再光亮的青丝上。 照在他依然干净整洁的白衣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以为炎化和那光亮融为了一体。 丧琦默默俯身,对他行了一个本不符合二人身份和关系的寄天奉神使才会行得叩拜大礼。 九寇之后,他在最后凝视他一眼,缓缓转身离去。 那男子须乏瘦弱,骨骼临寻,肌肤黯淡失却光泽,却依然努力坐得鼻挺。 自始至终,一动不动,宛如一尊雕像,静坐在如雪残阳里。 走出院门,丧琦紧紧拽着袖口,眼角已经不争气地尸呈一片。 他不知,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炎化。 夜深人静的时候,炎化又等来了一位固友。 他因为饥饿已经沉沉睡着了,却闻到了一股酒香,非常熟悉的酒香。 于是,他颤动长劫又勉力睁开了眼睛。 见夜色中,有一悬袍男子,正一手指脚,一手指剑,挺拔而立。 炎化用力撑了一下胳膊起身,咳了两声,皱眉想要看清来人是谁。 可惜光线昏暗,视线也模糊,看不清楚。 玄袍公子便又上前了两步,借着月色显出轮廓。 鼻风高挺,薄唇凛冽,气宇轩昂,是他熟识的一张脸。 炎化自嘲地笑了一下。 我以为桑琪就够为难的了。 玄袍公子还是没说话,一仰手将手中的酒囊丢给他。 炎化拿在手里,发现酒囊沉甸甸的,似乎是满的。 而玄袍公子身上仍然有浓烈的酒气,想来是刚刚喝过又重新给他打了一份。 然而,这是齐国的酒。 虽然散发着诱人的沉香,他还是坚持放在一边,没有动。 饥渴交迫,炎化已经没有什么力气说话了。 只用轻亮的眼眸,一眨不眨地看着玄袍公子,等对方开口。 半晌后,玄袍公子到了局。 皇上在外面,让我问你最后一句话。 愿不愿意归顺于他? 先前流传于落经的那些诗词歌谣,他都可以既往不救。 炎化向他身后看了看,发现门开着,外头站着几个人影, 再将视线收回来,保持着凝视他的姿势, 缓慢而又坚定地摇了两下头。 玄袍公子握件的手一紧,颤抖了几下,才冷声道。 那就请颜三郎黄泉路上走好,莫要记恨在下。 说着抬手挥剑, 寒光在夜色中颤抖出如喧嚣水波般的涟漪, 刺入了他的胸膛。